外面大家會搞錯和他會撞名的一套劇集 在Netflix上叫做《虧視者》 英文名是《The Watcher》 另一套就叫做《虧密》 大家都這麼八卦 大家都有些東西想看 今次要看的就是看別人的女兒做成怎樣 兼且就是我們一路看過小女兒大過之後又做成怎樣 問我會覺得他們兩個都已經有點手足無措 為什麼這麼說呢?回來繼續告訴你 大家好,我是01 這是一個專門評論歌影視的頻道 我們頻道會定期推出推介劇集或電影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接收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你們加入我們支持一下 我們有開IG、有開Fest 除了在上面分享一些關於電影的資訊 或是我們的心得以外 偶爾我們還會搞一些Q&A 或是投票活動 可能會間接影響我們出片 如果你有興趣參加的話 歡迎你追蹤我們 今天要講的電影就是《虧探者》 《The Watchers》 是由鬼眼導演M Night Shyamalan的女兒 而Shana自編自導 電影故事是改編自同名的小說 女主角就是找來I am Sam 《飆火》、《Wall of the Worlds》裡面的美女 不知不覺加什麼 原來她已經30歲了 回到之前的鬼佬 我告訴阿O 女兒已經在片場有幫忙 這次是她正式撿到的第一部電影 跟爸爸一樣 都是挑戰奇幻 懸疑的電影作品 她的題目是不斷扭橋 多重揭露 看完之後 我不禁地在想 其實我女兒是否真的想這樣做 或者有多少是爸爸插手去做 為什麼我會有這些疑問 這就涉及劇透了 如果你介意 看完電影 回來再聽我們怎麼說 如果你不介意 有些準備可以看過 那我們就可以開錢了 按LIKE 我們也要先說一下故事大綱 在寵物店裡打工的女主角 一天就受到店長的指派 又叫她要把店裡的金黃色鸚鵡 帶到另一邊的動物園裡 要去到目的地 就要穿過愛爾蘭一個郊區的森林 但正當她想穿過的時候 電話突然失靈 車又突然死火 想讓車四圍望下之際 連車都不見了 在森林的深處 她發現有個女人 看到她立即拔觸狂奔 基於本能 所以她就追著女人一起跑 不打不喪下 她跟著女人 進了一個好像安全屋的地方 那裡家圖四壁 只有一面牆 有一塊落地的大玻璃 屋裡 除了剛才有追著的老女人以外 還有一個黑人女人 同一個白人男生 她們聲稱每天都要在入客前 回到這間安全屋 站在這份落地大玻璃面前 就被那些規探者規探一番 除此以外 還有幾條規則她們要遵守 才能在森林裡安全地生活 天生反骨的女主角 不想守這些規則 所以她一面就找森林的出口 一面就想知道 到底這些規探者的真身是甚麼 到最後 究竟這些規探者是甚麼 她們能不能離開呢 就留給自己看 懸疑奇幻電影 我覺得其實是跟魔術很相似 但一看的時候 都很想知道 背面的秘密是甚麼 但其實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你知道的秘密 你多數會發現都是 嘻嘻是這樣的 對呀 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你連知道的巧妙之後 還會覺得嘩 那些魔法 所以重點就會落在 魔術師怎樣去表演 這次的戲法 是基於愛爾蘭的民間傳說 包括有普卡和仙子 普卡簡單來說 就是一些變形者 整個造怪變甚麼都可以 基於愛爾蘭身處於高緯度的地方 她們的冬天日照時間是非常短的 所謂當地居民 就要面對漫漫的長夜 還有那個黑到身手不見五指的森林 所以自然對於裡面的傳說就會多了 你可以想像 就是嚇到那些小朋友 叫他們不要晚上進去森林玩 要不然就會被森林裡的妖精捉了 又他們還會假裝你的樣子 回來代替你 聽到這裡 如果你一向都看過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其實世界各地都有些差不多的傳說 所以差不多台床的戲 可能在你腦海之中都有兩三套 就算在X-File裡面 我都記得至少有一集說這些東西 而我覺得這套戲 問題之一 就是它的表演節奏 看的時候 總是感覺 有兩個人的風格 混在電影裡 然後兩個人的節奏 又不協調 所以就出現時快時慢的情況 這個問題 越接近尾聲越明顯 尤其是他們進入地堡開始 整件事越來越古怪 我覺得好像有兩父女在角力 他們各自都有各自想說的東西 一個就是想說變形者的故事 神話 他們確實存在 人和變形者為何之間的關係那麼差 另一邊就是想說感性一點點 就是我們在都市生活裡 其實都是變形者 面對創傷 面對我們想逃避的事 我們會選擇變形 有適應環境 我們會學習 模仿 周圍的人 去融入他們的生活 但如果真的要撫平創傷的話 我們需要直視他們 而不是逃避 最重要是 要認識內在的自我 要和自己和解 不要選擇傷害人 非常理性和非常感性 又陷在一起 真的像水溝油一樣 再加上我覺得 它有另一個致命傷 就是它的故事本體 基於它是小說改編的 所以我猜有很多設定 都是取於原作 我沒有看過原著 所以我不知道 其實問題是出於誰身上 例如 女人有跟他說 這個地方是有三大規則的 第一 入夜 就要留在房子裡 然後不可以接近地孔 第三 不可以背向鏡子 第二 我也明白 留在房子要安全 離開地孔 是因為地孔 是規探者日後躲起來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應該冒犯它 第三 為什麼不可以背向鏡子 我理解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要給正面 規探者去模仿 他沒有理由模仿你的背部 雖然也有需要 但他最主要想看你的樣子 還是背向鏡子會產生什麼危險 其實戲裡沒有說 甚至乎老女人 經常說女主角破壞規則還是怎樣 但有幾晚 包括老女人都有背向鏡子 那又怎麼算呢 又或者地下堡內 是否真的可以蓋成 話說教授 每天都要犧牲13個無家可歸的工人 才可以蓋到這個地埔 而教授的錄音 他還要說 每晚都要騙過工人 去屋外吃晚飯 讓他們給規探者吃 我當你的地埔要蓋10天 那你至少都要犧牲83個工人 那為什麼不讓工人躲在地埔 讓他們蓋完再殺他們呢 話說他們最後走到之後 發現老女人其實都是規探者 都是變形人 然後要回到女主角 找到教授的文獻 話說這群變形者的由來 話說人和妖精 原本和平共處 還有些人還愛上妖精 而妖精 就是那些有益很高的妖精 他們代入愛河之後 人和妖精就生出了人妖 那些人妖最厲害就是變形 因為他們的能力這麼出眾 所以就令人心惶惶 人類就把他們趕到森林 埋在地底 所以教授就是特意進去森林 研究這群人妖 企圖就是找了那群變形者 去變形成為他死了的老婆 讓他可以繼續跟他生活下去 但問題是那些變形者 又不能碰陽光 又離不開森林 那怎麼辦呢? 整套戲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這裡 老魚重拍的教授 抓了人妖 下來地堡 然後他做了一些我完全不敢想像的行為 令到誕生了一隻人人妖出來 結果人人妖可以打破規律 可以在日光行動 可以離開森林 即是你要知道 其實那隻人妖是很高的 有長頭髮的怪物 然後又很兇猛的 阿教授到底真是 嘩 真是淫戰頭靈靈 我以為他們走出來之後 這個拖戲其實就會結束 誰知道 還沒有 還有導演想說的後日談 發現老女人就是人人妖 然後人人妖想殺女主角 和死剩的黑人女人 正當人人妖想落手之際 女主角突然間說出人人妖的身世 人人妖就覺得很痛苦 啊 不知道為什麼 背部突然爆了一雙液出來 之後就走了 他們原本的對話內容 就是說女主角叫她 其實可能周圍還有你的同類 不如你試試找一下 你別搞我 那女人就覺得很痛苦 但又同意了 所以整件事就算了 還沒結束 導演還想扭一扭你的腦 話說女主角和人人妖對打的時候 人人妖就揮損了她的手腕 然後到最後 女主角就去面對她傷痛 找回她一直不敢面對的孖山姐姐 孖山姐姐因為她毀了容 然後就zoom近了女主角的手腕 手腕上沒有傷痕 可能導演想你猜一下 哎呀 女主角是不是已經被人代替了 已經成為了變形者呢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不是的 那個單純就是告訴你 女主角的傷口已經撫平了 已經消失了 而象徵著 女主角的童年 那隻黃色鳥 亦都在籠裡 走出來了 亦都意義 就是女主角 在自己製造的籠爐 當中 逃走出來了 亦都自由了 相信這些就是女主角最想說的 但是那些怪物 就是爸爸最想說的 而我又不認為 爸爸會覺得那些怪物 可以被女主角嘴頓 頓得走 所以我覺得是爸爸 可能給了一些指示 或者一些教導 他跟著那個list 就說 我拍了 我做了 那我現在拍我想拍的東西了 在這部電影 你會看得出 導演真的很伸手 而願意奇幻的題材 其實一直都很難拍 很難掌握 我覺得作為新人導演來說 其實女主角算是表現合格 他爸爸就算表現不太穩定 譬如上套敲敲門 我覺得很糟糕 但是他上上套鬼佬 雖然很多人是說的 但我覺得其實也有趣 總好過瘟子人 一直墮落下去 我是會期待他下一套的圈套 跟我一樣 都完全不認得標誇 那個妹豬的你 歡迎CLS 留言讚好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做仔細信三件事 告訴你 他和他妹妹 原來都一直在拍戲 更加愛Superfans 我今天不斷支持我們的頻道 我是01 希望下次再見到你 拜拜